如果你去到宇宙 你去到星際 你去到很遠 離你家很遠 你碰著那個是一個廢墟 你明知道 那你還出不出發呢? 我的答案是我會出發 LIFE FOOD STYLE LIFE FOOD 你的生活國度 我是Jonathan 王子軒 你去到記憶 見著太多委嘴 想我不過去 我又一天不想顧及 想找一切愛心 信心 決心 交給一切破點 碎點 我們 想打邊極慢 你給我去 要這片極穩 點都過去 這個當然不是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就不是 寄居一個泰墟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我為什麼要離開地球表面呢? 因為在我心目中 有時候我們追夢 是一個很遙遠的路程 遠如太空 遠如星際 遠如一個不知名的星球那麼遠 因為有這個距離 我們有很多未知之數 可能會成功 可能會失敗 可能是我們心目中的東西 但更大的機會 完全不是我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甚至是令到我們失望 那寄居泰墟的點就是 如果你去到宇宙 你去到星際 你去到很遠 離你家很遠 你碰著那個是一個廢墟 你明知道 那你還出不出發呢? 我的答案是 我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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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多了機會 去跨出音樂界別 去戲劇 去電影 去做主持 那 其實全部都是為了 去觸碰到多些觀眾 還有 其實一直在增值自己 一直在追隨一些線索 在演藝路上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明天會有什麼機會 你不知道那些什麼人 會有什麼作品跟你一起 可以困出來 可以碰到那些什麼的層面 可以感動到那些什麼的觀眾 一直在追著這條線索 那追著追著 有時候 會對自己有懷疑 對不對 這條路 走得好不好 會不會失敗 甚至乎 走到那樣一刻 又會覺得 糟了 會不會路回家呢 那這些種種的想法 其實 為什麼用太空來寫呢 因為 如果寫到很實 是我自己的一些經歷 就 反而 沒有那麼多共鳴 反而現在這樣寫 我覺得 多些朋友會有感受 因為 這一種的挑戰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一生之中 起碼經歷四五次 那裡有四百個體 這裡卻暗得可 暗中得也 可能我的歌迷會問我 你現在是演員來的 你什麼時候出番歌 或者 可能有些人說 多些exposure 多些出鏡 多些人會認識 有些人說 去內地多些發展 那邊的空間大 但是 這些全部都沒有錯的 我亦都有 追尋所有剛剛說的東西 但是自己心裏面的底 就要知道 其實 我想感動的是什麼人 我想用什麼方式 我最終我都是選擇 歌曲 我將所有的東西 去記載 當然 你說其他的工作 其實我今早都在拍劇 拍劇 就過來這邊 但是我說 我不會放棄音樂 因為 這個是我的筋 而且它是我的日記 每當我經歷很多事情 無論是事業上 人生上 愛情上 其實我最可靠的朋友 就是音樂 我覺得我有責任 將這些想法 寫下它 演繹出來 希望和朋友 可以找到共鳴 因為我覺得 歌曲幫到人 鼓勵到人 分擔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是最棒的